大家好,圣经淘宝日记,我是老王,这是我今天的收获,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一个小蜡蜜,蒜瓜蜡蜜,小育虫型的小蜡蜜 然后上面是一个小翅龙,挺漂亮,挺好看的 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呱呱,呱呱来裁,手把劲 玉纸非常好,油性非常好 翡翠的一个老翠根,一颗珠子 可以配手串的 2.5,2.6不到 这两颗是琉璃的 青花,青花社的 一个小天珠 皮壳不错 油性光细都不错 一个高股的玉壁 一个男红的,这个是一个贡主 没有孔 一个明代的一个小盒 这个是一个梁储的,梁储的一个,带这种寿面的一个小,做了一个小吊坠 这就是一个小玉劲,这块这么丑的话,是个鱼,鱼形,这是带鱼眼睛 两边都是鱼形,中间是那个梁储的文士 玉纸非常不错 这个是两个小码,两个小卧码 也是手把劲 这个玉纸有一个渐变的颜色 在这底下这个玉纸稍微要耍一点 深一点,然后往上去越来越浅 越来越浅,到这块就白了 这个小油性还是不错的 一个中古的,寿命为玉璧 和田白玉的一个手串 这个上面也是带工的 这白的东西看不太清 上面好像是小瓜瓜,也是小瓜瓜 这两面都带工的 这个就是玉纸特别白 这是一个子儿料的,一个上山的老虎 后边叼了一个松树 一个小棍儿,然后上面是趴着两个小瓷龙 也是和田玉,带点青花 盖上还有一个小瓷龙 这明国左右啊 一个老提油的一个和田玉手串啊 挺好看啊,光气好 这两颗是老玉的珠子啊 这个有点小柳啊 味道不错啊 这两个是带小玉蝉的啊 上面都是小蝉 方形的啊,有点老提油 和田玉的啊 两个小褂蜇啊 可以做那个手串的配处 可以啊 可以穿到手串里 一个小牛角珠啊 这个是老马脑的啊 老马脑的珠子啊 穿个手串肯定是没问题的 加点配猪,做一个薄块也行啊 猪还是挺漂亮的啊 每一颗都是 不一样啊 都有特点 一个小瓷龙的机芯配啊 这个是一个明代的一个黄玉啊 一个黄玉的一个 小牌子啊 这是一个瑞兽啊 把出土这个火焰啊 这个牌子非常古朴啊 符合这个明代的风格啊 然后玉字也非常老熟啊 后边还有几个字啊 这个字不到写的是啥 但是也是非常古朴啊 这预置相当好了啊 很有特点 一个大的一个圆形壁啊 上面也是龙啊 这都是龙啊 摇尾龙 这龙头 这龙尾啊 整个是一个龙形啊 这边是有点这个 籽料啊 它是属于一个籽料 光级特别好 两个小钢毛啊 和天狱的钢毛 一个明代的一个雌龙的一个正纸啊 打开门啊 呃 紫儿料的啊 紫儿料的一个洗上眉手啊 一个小吊坠啊 可以佩戴啊 呃 一个天猪的手串啊 带这种万质符的啊 然后这也是一颗老猪子啊 带眼睛的啊 这颗珠子不错啊 呃 这个是和田的啊 和田的清玉啊 清玉的一个手串啊 这个打灯特别漂亮啊 上面都是这种带苗巾的啊 苗巾的这个小米粒 佛头啊 这个料子非常好啊 这个料子 呃这个是零安脚的啊 零安脚的一个脖罐啊 这个有年份的啊 就包括这个穿的时候 就是说你看这绳 这个绳都是老的啊 都是几十年前的啊 这是穿的时候 用的绳都是几十年前的啊 呃一个高谷的一个玉面啊 呃这个是一个大猫谷的啊 大猫谷然后切的片啊 是水形的啊 什么形容有 保护不一啊 还有特点啊 这个 这块是一个松石的啊 一个龙啊 配珠啊 这个挺有特点的啊 与众不同啊 呃这个是两个小铜纸啊 是一个小手把劲啊 一点一道的它俩啊 一个冲嫩一个冲嫩啊 这个是文丸的小核桃啊 这种是小锈这米小核桃啊 然后盘一盘啊 这种还是不错的啊 它就这么大的啊 挺好看啊 它就是不是说没长成啊 它就这么大 做小手球非常好啊 然后谁喜欢就送啊 还有点啊 还有点椰送送啥个 回去拿着玩啊 这个是一个雌龙壁啊 中古左右啊 明代马上啊 一个雌龙啊 有雌龙 还有瑞兽啊 特别漂亮啊 玉纸特别的烤 沁色也漂亮啊 玉纸也是刚刚地啊 属于 精品啊 这块还有浮雕啊 龙啊 还有凤啊 龙凤 龙凤成祥也是啊 看这鱼纸油汪汪的啊 这鱼纸是密度相当好的 沁色特别漂亮啊 呃 这个是一个籽料的啊 一个辽金左右啊 一个小山这儿啊 有小鹿啊 鹿是代表鹿路通啊 也代表辅鹿寿啊 鹿 吉祥的象征啊 然后这是一个如意啊 呃 一个大的一个带穿啊 一个大寿面的一个带穿啊 呃 这个是一个明代的一个珠啊 珠卧啊 也是老劲儿 然后那个 猪也是代表财富啊 所以说这个猪是在古代啊 就是财富的象征啊 猪龙啊 包括什么那些说啊 猪的题材基本上 都是跟财富有关 这个就是给手里的把玩的啊 猪握猪握嘛 财富在你手里的握着啊 就那个意思啊 这鱼纸不错啊 鱼纸非常好 宫很特别漂亮啊 你看他这宫啊 细品 味道啊 有味道 然后你这个形 比例 雕的也不错啊 这是角的啊 这是两个角类啊 就是其实它是属于牛的啊 属于牛的提着啊 牛提着 雕的这个片斧啊 还有这个 松树啊 斧兽啊 属于斧兽双全啊 这两个摆件啊 就是这么摆啊 心上的 这个是一个摇变柚的啊 摇变柚的一个喝茶的啊 喝茶的那个小小杯啊 这个还是挺漂亮的啊 呃 一个明代的一个清花的小团贺文的啊 一个小碗啊 一个瘦山石的啊 瘦山石的一个大度迷乐啊 一个大佛像啊 开脸非常不错啊 特别喜庆啊 笑呵呵 一安老啊 就是民国左右啊 这个是一个香炉啊 它这个形啊 是一个像一个小斗笠啊 以前装粮子那个啊 那个小小容器啊 像那个 手头特别重啊 一个压手压手感非常明显啊 然后就是一个宣得的宣制啊 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 喜欢老王呢 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 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 长按点赞三秒那种 然后谢谢大家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下期再见引擎 下期再见啊 再见啊